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在如今什么都能IP手游化的时代 有改编却不如预期的黑岩射手 还有今天这款配合动漫党籍推出的 我想成为影之强者 田园大师 真不愧是暗影大人啊 尤其于10月29号正式上架 砍发三维日本Evin旗下的Caravan工作室 而同样作为本事发起商的Evin 近期代表作为就是那款顶着强力IP 还是扶不起的无子转身 如迪他真的是尽力了 暗影大人该作品也蛮热门的 以动画方面来描述剧情的话 就是咱们主人公小时候当电视儿童 看太多拍蜜亚导致中俄病犯 其实我也是可以理解 毕竟小时候我也是看金庸小说 跟武侠作品长大的 也真的会幻想可以练成什么九阳神功跟轻功 而主人公就在一次的锻炼意外中 被卡车撞死而转身 这卡车梗真的是万用题材 而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追动漫或者小说 至于这次转身到我们手中的暗影大人 是否能成功装兵还是光束隔屁 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游戏通不有PC版本 这时就不宜手机版本演示了 那作为于本事动画开档发售的作品 品质上其实还算不错 在开头以及剧情上 也都有很好的利用动画的资源 让即使没看过作品的玩家 也能获得不错的观赏体验 力会这边我分为两个层次讲 一个是角色BOX 首先老实说这锯齿的问题有点太严重了 在手机上画面小可能还好一点 但丢到大萤幕上这点缺点就很难忽略了 既然有发布PC版本 厂商在优化方面真的该处理一下 而就算撇除这个问题 荣物在三炫二的建模品质上真的不太行 除了脸型还算还原不崩以外 到了像是服装、肢体细节就选得很粗糙 尤其服装跟身体常常都会糊在一起 外加会时不时的穿模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手部细节处理的很诡异 像咱们会长的手指都超自然扭曲了 还有这位七颖的戴尔塔 手部的比例看起来也超怪的 幸好还有咱们爱丽丝作证 这史莱姆的酷坦感 保住我最后一丝的理智线 然后美术建模师真的也是满偷懒 同名角色就直接换服装再利用了 动作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高型商叫做以示从人 低型商就是节省经费 那再来讲另外一个角色层面 就是在初始待机画面 这点就算是美术做的稍微认真的地方了 除了不定时会切换待机视角 也会有语音演出 你也能跟人物有进一步的剧情互动 每个角色切换出场的时候 也会有各自的登场演出 并且待机的背景画面也是不同的 看来厂商还是有好好把握住 这个后宫作品的精髓啊 而战斗玩法就是偏向简化的LMBS系统 玩家只要配合施放combo跟奥义即可 招式的动画演出效果比较一般 主要是因为这个3D建模实在让我太粗细了 而后期玩家解锁auto以后 就是个单纯的挂机玩法了 而课金也是常规的标准 10抽约落在780元左右 有个保底的机制是每200抽 可以拿点数去换up的角色 不过一般玩家就别想太多了 总之整体这个作品 游玩体上有点割裂 厂商会时不时的透露出 努力与不努力的反复横跳 好像你觉得他做了些什么 但有些地方他又在摆烂 但总之完成度上 是比某款轻轻呛呛好多了 而单纯作为以IP剧情驱动的游戏 如果喜欢该作品的话 可以拿来补全世界观 否则本身并不是太耐烦的作品 下一款 航海日记 全速前进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航海日记2 开发商是中国的海兔科技 股东之一有腾讯的子公司 热动卓越 腾讯这他妈的无所不在 台湾的发行商为桃米科技 与上海桃米科技 就很刚好的同名啦 毕竟围机上还特别著名 良天只是代理关系 我看了也是笑而不语 旗下代理有名作品 像是赛尔号 奥奇传说 还有摩尔庄业的PC版等 老实说都是一些在别人童年回忆 但是我却没有玩过的游戏啦 那回到游戏本身吧 看到这个像素风格 整个怀旧感都上来了 外加后续的海战跟贸易玩法 马上就让我们联想到那款老游戏 大航海时代 我记得我第一次碰到那款游戏的时候 还是在WING9598时期 当年电脑能玩到的另一款最经典的游戏 就是仙剑吉下传 一堆观众应该已经开始闻到老人臭了吧 游戏是偏向单机类的玩法 有主线跟支线 但都是一些很零碎的事件 而且大部分都可以靠AUTO一路点就完事了 玩家可以通过收集素材来打造船跟装备 并且可以通过送礼物的方式来招募各个地区的船员 这次可以强化船只的属性等 而游戏中比较核心的玩法 就是这个货物的低买高卖 也是主要赚取金币的来源 每个地区都有对应的特产 也会显示卖到哪边的价格会比较好 当你20级以后会解锁贸易路线规划 你可以设定好你的恋财之路 他就会自动帮你去买卖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去找大佬的攻略配置 用适合的船只加安排路线挂着就完事了 而地图上也有我们台湾宝岛的基隆 还有施朗可以招朗当船员 不过感觉上应该是放正和会比较贴气的点 毕竟从小学历时也都知道 他是个知名的航海王 而正和下信仰的称号也是人人皆知啊 而其他比较知名的地点也能透过主线解锁 所以后续念的航行到欧洲地区 美术有依据不停留地区 在建筑和人物的服装上做变化 也算是有心的细节了 而战斗方面有海战 或者能触发与对方接见的人物对战模式 也有一些简易的副本战斗等 机制上都做的比较洋春一点 优点的话就是每场战斗都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玩家还能透过天赋学习各类技能 像是海战的自动战斗基本上是必学的 解锁以后你就是躺平挂机了 而客战方面光是不会弹广告反你 我就直接好评了 而游戏中月卡跟永久卡说明中有个扫荡功能 我是不知道能干嘛啦 大概就是个方便打副本的功能吧 而其他主要就是买招募用的礼物跟船只等 但因为这游戏的架构其实是非强PP的玩法 老实说买不买影响是不太大 玩法整体是偏小中类型 很像以前在玩那种掌机或者模拟器的游戏 内容也不算太复杂 不课金单纯靠杆的话也能玩上一阵子 但也相对的比较机械单调点 电波对不上的话应该很难坚持 后来看了一下官网 虽然场上是说不想致敬大航海时代这个作品 但本身在玩法上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子 毕竟人家大前辈都把该开发的经典元素都已经弄的差不多了 不可能自己搞的数字化加课金机制就说自己能脱离框架吧 结论 财富取之于海 危险 易来自海 两关老实说其实都算一般 没有特别出众或者能展开细缩的地方 所以本身其实介绍的篇幅就会比较偏短一点 那我们下一次就准备来开箱垃圾游戏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